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 节目《军武器言》,你节目主席Larry 我这一节想在继续播放后和大家继续探讨 讲到俄罗斯和武克兰的局势 局势大家都相当关心,包括它们是基辅 例如我们讲其他,Karkov 究竟能否守得住呢?尤其是今晚 我们每一晚都想它每一晚安然度过 幸好已经去到第8天,也仍能守得住 但没人知道可以守多久 所以有些网友会问我们,可否守多一个月? 老实说,其实已经不是一天守,而是每个小时的守 每个小时我们都想去评论一次,看看它们是否到 所以这是很困难的问题 我们直播问这个问题 究竟大家觉得这场战役会怎样呢? 例如说,会不会是古克兰最后熬不住 最后就失陷,没办法 国家就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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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试试评论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但不代表我们本台立场去做一些预测性 本身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我们先说明有不同的可能性 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Anson Hing Anson Hing你好 你好,Eric Hing 在大家开始之前 请大家帮忙按个赞 按赞便能帮助我们 另外,如果你还没按键 也快点按一下 我们一触碰之,你就可以收到 这是我们节目最更新的情况 好,Anson Hing说起 我相信在战场上的信息盲行变 我想我们台上也开始有些厚囚 我想有些熟的网友已经可以完全背得到 我们经常说,包括乌克兰英勇的时候 当然有这些时刻 包括他们去攻击无人机的情况 打无人机,即是用无人机去打坦克 打地面部队,当然也有试过 也有试过很多不同的情况 但是你觉得,我们之前说了 乌克兰英勇有多久 今天我们又想另一个题目 就是俄罗斯 现在你觉得以英美 或者美国和北约为首 这种经济制裁 是不是真的好像CNN的记者 问拜登的时候 你觉得是否真的比弹弱 比导弹更加厉害 嗯,这个其实真的很好看 因为经济制裁不像这些弹弱 你即刻射出去 过一会儿就爆 然后又有杀伤力 不是的 经济制裁是需要时间 才有更加大的显著作用 例如现在说很多制裁 例如你在俄罗斯央行 我认评了 我认评了 但我不太清楚 但不过另外一个很明显 就是在金融市场制裁一出 这个反应会会即时的 例如这个MOEX 和C4交易 一开波跌到妈妈都停市 已经停了六天了 接着这个劳报急跌 现在去到108 最低的结果 你们说是变了日子 变了日子 差不多 然后去到俄罗斯央行 加息加到20% 我之前说过 这些暴力措施 其实都只是一个很短暂可以做的事情 最重要是什么呢 俄罗斯的资产被人冻结 例如在3月2日 其实俄罗斯的主权债券 应该是有一个coupon payment 是3月2日给的 coupon payment 我认不了中文 习惯了英文 coupon payment 大概是29个B的US 正常我们每一个coupon payment 我们会有一个grace period的动势 即是我们宽限期 是 通常大概30天左右 通常是到期到之后 到grace period中间 你还钱都不当你是default 但是这次俄罗斯都说明 外国投资者是不会收到 这样的coupon payment 不会收到的了 哇 发晦气 即是他30天都不拖 他真的想发晦气 你不会收到的了 其实我个角度 我已经可以当它是default 但通常在一些 fundhouse smmanager 或者PA 通常我们都会等到grace period 才知道 officially是default 也许多了 那bloomberg也是看grace period 其实也是 他这样说 但这个default的机会也很大 同一天 这个finch 都好像将它downgrade 到BB加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过 在直播上BB minus以上 我们叫IG investment grade BB加以下 我们叫它做 我们叫high yield 很多人叫它做垃圾 都是体验体 但是很垃圾 例如中国房地产那些 很多是恒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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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力 那堆东西 都直接是 withdraw Tizer withdraw WDN更差 我会觉得那些 那些叫真正垃圾 那我们先说回俄羅斯 那其实 他在说债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 首先 他在未来 他要 因为要发行债券人买 才行的 那问题是 那投资者 我想买主权债券 我都贪过是IG 那你都不是IG 我买来做什么 世界上这么多主权债券 让我买 那我当你不买 美国Tbill 没肉吃 那AAA那些没肉吃 那我都还有很多主权债券 你香港AA minus 英国AA 那我再差一点 印度也BB加 我不买印度 其实他未来在这个市场发行债券的级量大减 令到俄罗斯政府集资能量大减 除非他可以有更加多的 Coupon 更加多的债息 可以给到你 例如我当你去到 比如BB 这些high yield 我们叫做 我想我期望 我没有8% 我都不会买你 那问题是你8% 俄罗斯你能不能给到这些钱 你现在80%都没用 那些人都不相信你 都不相信你 80%都没用 我能不能给你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外 那些渣纳私鞋 那些hedge fund 是很喜欢买渣纳私鞋 那些neutral fund fund house 很喜欢把一些很垃圾的 就是扔掉的hedge fund 那他会处理的 那那个risk management 那里对冲 他有自己的方法 ok ok 大家读用秘密 ok好 然后他就是可能 那问题是 我现在未来就先买些钱 那可能这个是一个 他未来集资的能力 更加长远 那我再说近一点 近一点 例如就是说 他的努力大幅贬值 国内一定的通波膨胀急速上升 那这个影响力没有免住 可能要过一段时间 因为其实他国内一定有些外国的存储 一些存储 存货一定有在 那空障会逐渐浮现 那他的民心 人民的生活质素更加一定会下降 那这个是有一个令到经济不稳 那这个是会适时的 就是可能会更多 可能要一段时间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看很多的一些 这些分口 所以智库都说 俄罗斯 他这个coupon不给 他有人会declare破产 甚至也可能真正的破产 另外就是说 例如我俄罗斯央行 我已经将他的利息去到20% 就是之前说过 我放100元下去 一年收收回120元 那在这个俄罗斯很多的资产 在外国被人冻结的情况之下 你俄罗斯央行 如果香港给不起这个钱 给不起就declare破产 就是另外一个破坦的可能性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 人民资产破产 就是说现在例如 serverbank 你现在俄罗斯最大的银行 之前在伦敦 要强行自己自行退市 他有十多元US 他是ADR来的 ADR就是说在外国上市 用美金结算的ADR 很简单说 叫ADR 他之前都在10多元 跟着他退市之前 0.01美元 跌了99% 99.999% 市值就没有了 他除了市值之外 他自己的外国资产被人冻结 那就发生了这个银行擠堤 那银行擠堤 就是银行没有钱 给人民 人民自己的钱就没有了 人民破产 这一方面 人民破产也是之前的 经济不稳 道致政局不稳 其实就会令到俄罗斯的政局 又会动荡 在经济手段上面 但是不过是需要时间 那多需要时间 反映就是很关键 究竟乌克兰守得多久 你乌克兰守得一天 他的经济存货就少一天 他那个市场的打击力 又会更加 逐一逐一地更加强 更加显著 虽然俄罗斯 他之前说 是有很多的外汇储备 但是不好意思 你的外汇储备 被人冻结了 用不了的 他说你有很多钱 内汇存货 那问题是 你现在被人剪掉Swift 那我现在 我整个市场的利益 没有了 我唯有可以依赖chips 依赖中国 但是问题是 中国市场有没有那么大声 那么投资者是中国市场 没有 那绝大部分的 bond market 都是US dollar 或者US的Market 那你都买不到 你都没有钱去找国内的数 国内的劳报 越来越贬值 越来越贬费 那你的最大的 outcome 有机会就是 当你国内的人民都不信劳报 这个就是整个体系破产 那这个impact是逐步逐步来的 是不会立刻来的 那在近未来 我觉得他的这么强硬的经济制裁 俄罗斯的经济一天差过一天 但不过变相是普京一天急过一天 要尽快去攻陷幾乎 或者是可以毫无看面地撤退 那变成他下台 那这个就很取决于俄罗斯当局的决定 可以这样说 其实也是引来一个信心的问题 包括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包括大家对他 还能不能够有效控制到俄罗斯的秩序 市场秩序的能力 还有还有还款能力 我相信这几个能力 大家对他的全部都是靠差的 是的 完全没有信心 他很明显是根据这么强烈的制裁 短期中短期他都拿不到这些钱回来 那么他只有一条路可以限制破产 纯粹是多久的时间 好的 如果说到之前我们说的城市破产 如果我们说的是抵特努 之前我们也这么说 如果国家破产可以跌成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都有些国家会破产 那有好的结局 冰岛就是一个好的结局 但是有差的结局 其实俄罗斯现在走的那段时间 就是阿根廷 之前阿根廷破产都是因为Central Bank 刺有线 那这些东西都是因为那时候国外经济压力 又是受英国制裁 福克兰之后 那还有这个本身它发展之前的经济都不是好 跟着还有这个 其实土耳其的经济都差差点 之前阿尔丹安都行错了很多部的经济棋 那其实现在土耳其的经济都不太行 你看到很多Apple都不在那里买 因为它那个土耳其币 都跌得很夸张 然后你不要每天都调整价格 我相信你看到很多的公司 在俄罗斯 那些团子售买 尤其是那些国际公司 我相信有些情况 未必是有人觉得它表态 那其实是商业利益 例如我这件事 国际定价100美元 然后你问题是 你那边的货值 越来越贬值 那变成我在俄罗斯版和美国版的差价 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些国际企业 不会容忍这些事发生 那它不买是商业决定的 是因为制裁令到它经济感 令到它不买 可以间接 但就像土耳其那样 Apple不在土耳其买 还有LV也不在土耳其买 因为它的货币典值得太快 那风险很大 例如很多人之前 就是在土耳其买LV 因为便宜 因为汇率 那些国际企业 不会容忍这些事发生 OK 即是变相给到一些人 就是削除了一些机会 去减低盈利 是 没错 是的 所以整件事都挺大 当然如果我们摆上去 我想对他们现在的军队的供应 可能会有些影响 因为那些军队的供应有很多东西 包括燕油是其中一个 蛋药固然是另一个 然后还有其他东西 因为军队是人造成的 当然你要吃水 另外你要有食物等等的东西 也有鱼寒衣物等等 很多不同的东西 全部都会放进去 你觉得这种供应 有情报就是他们一天的消费 是150亿英镑 你觉得每天已经要烧到差不多的钱 很多都可能是一些负存 就是导弹 但是你用光了 我想我们都用到七七八八的了 第一 有没有这种东西补充 我们是诚意问的 我当你有了 那个消费 我们当是吉斯坏 你又觉得它有捱到多久呢? 乌克兰就纯粹是要抵御你的进攻 但是现在俄罗斯要抵御自己的经济里面的一个侵蚀 这个150亿英镑 你觉得还捱了多久呢? 因为它自己 你和你所说 它的外汇有多少都不关它事 都已经用不了了 再怎样可以呢? 人民的找数 就是那些兵的找数 都迟些算了 你现在摆上前线也有问题 那是不是又是这些位置 正到现在进攻几乎那一刻 都可能散身了 就是车队要停止 又要保油 又要保食物 这条车龙长陆感 几万人的每天都要坐在那 等你喂他们吃东西 等那些车喂油 是否真的搞不定呢? 真的有机会 我认为自己的logistic 是出问题多于经济的 因为其实说真的 如果那些东西是国产的话 其实对于外汇市场 国际市场影响不是特别大 例如可能俄罗斯自己产油 他不需要向外买 他军别自己用 那其实他也是用了奴布 对奴布 他都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他这个对进攻几乎的延迟 其实很明显是他自己的后期打不出 但是纯粹长远来说 他是不是真的全部可以依赖俄罗斯自己做呢? 除了武器之外 例如晶片他要比较紧运 他自己好像已经没有晶片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 国内社会动荡多过前线 他前线在经济制裁来说 其实不是特别大的作用 也不够快 那真是最有效的 最直接和最快的结果 应该都是军事援助乌克兰 而经济打击的效果 没有那么快出力 也都对前线没有一个直接帮助 但是间接一定有 就是俄罗斯 他的社会一定会发生动荡 嗯 所以我想这一变成军事上的部署 可能未必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就是俄罗斯 但是发现是那个蒸局 就是我们来说 就是普京要面对政治的问题 就是要立即处理到人民的生活的问题 先处理了人民对他的不管 稳定了市场的价格 包括一些通胀 或者是一个币值的问题 很多事情他们都面对着这些问题 所以就很考普京 那真是处理国内政治 国内经济的那些驾驭能力 那不就是今次在外面 他自己的权威 那现在反过来 要搞一些真是很基础的事情 是啊 他国内那堆的来政 内部的经济 在这样的制裁之下 他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会觉得俄罗斯经济的崩溃 只是时间的问题 是 OK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节 让大家知道 其中一个就是 如果以俄罗斯的经济的情况 军队也是捱得到的 不过可能技术的问题 会比经济的问题 始终经济也有机会拖挂到政局 所以变成如果真的要去可比性 可能就要看普京还可以在他的位置 坐到多少日 另外一个就是 扎连斯基 他又可以在基库这里坐到多少日 这样的计算 就是两个factor 我们去计算 那我也觉得 其实扎连斯基 走这些国际线 都是挺空限的 就是说你首先 已经可以令到 国际间做了一个很大的制裁 所以SWIFT也开始出现 接着他又不停地在求国际 给他多些武器 他去抵抗 总之他的策略 都是拖得日 总之就是 普京就用力量打跨你 你就捱 捱得多少拳 捱到你出不了拳为止 那你自己就跌低 这个擂台是否有点像这样 是的 就是要捱住 一阵斯基的情况 究竟是他拖得久 还是俄罗斯拖得久 所以整件事根本就是 看看乌克兰 能否拖到他入战术 拖到他最后 又是我们经常的一个节目的比喻 就是外卖仔和大师兄 就真的不是对等的对手 但是其实战术上 外卖仔不用打赢大师兄 只要打到你出不了拳 打他就搞定了 又或者你出拳打他都可以 他捱得到没得 他不用打赢大师兄 看看这次外卖仔 是否真的可以大胜大师兄的情况 好 这一节就到这里 大家都记得帮忙可以看广告 可以订阅我们的patreon 或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也是货金 包括银行payme 最终货币 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下面大家可以写下一些你喜欢的话题 我们都尽力和你追踪 我们安神兄都可以和大家说 多一点英国的军备 亦都有时 例如我们说到金融上的知识 我们都可以问安神兄 当然大家就不要只问他 那些什么股票市场 波音那些 你就不要这样问他 他也不方便回答你 但如果你说在军事上 可以订阅的东西 也可以的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有机会看到有趣的题目 我们都会拿出来说 好的 麻烦你安神兄 我们在其他的知识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